8年前回到了我的故乡 新竹落脚在竹北 写歌创作一直是我听不下来的事 乐团成于私人中是我返乡定居 其他人都还在台北飘 这次企划拍摄一系列的音乐行语 邀请团员来我的家乡的小旅行 透过旅程一起找找创作灵感 记录灵光乍现的旋律 对了 旅程中也安排了神秘嘉宾一起同游 好期待 伙伴们准备好了没 小小旅程人不多不少 但是有你刚刚好 快点 KIM 听说今天还有一个神秘来宾 阿赛 你来问 你来问 他特地整备了一首艾克勒的一首歌 1 2 3 我跟他说 Side I Side I Love I Side I Side 最有准备 确定你是嘉宾 我超期待跟你们出来玩的 我昨天晚上一整天没睡觉 蛮想问你一下 这边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新瓦屋 而且是客家文化保存区 新竹间有70%的客家人 我身为客家人 也是竹北人 代表就对 代表性 既然你是客家人的话 那你的客家话一定特别好吧 还可以 不可以走单 还可以 还可以 那我等一下一定要跟你多学几句 走单 这个地方啊 其实除了Telcent 刚才有看到那个 三合物楼佛工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独立书店 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小店可以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文创 而且适合感受客家气息的地方 我觉得能把传统跟文创结合 应该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 叫我 哎呦 上英 到年轻 好很年轻 视觉年龄一十八 哈哈 哥哥 你干 我知道有一家那个手作店 其实因为很重要 它是一个活化新亡的重要店 能走 那就去中午走 好 好 塞桌 老板我们想问一下就是 你为什么会想要在新亡屋这个地方 做这个手作店 我们在这边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 快十年 然后我本来是仙族在地人 感觉仙族是比较科技 那想说比较少那种 有温度的手作 所以我们想在仙族飞往这一块 像这个的话就是个台 但是我们加了一些客家元素 就是这个柿子 然后这个叉叉是什么 你们猜一下 它上面的这个房子跟饼 是我们设计叫做客家小草 客家小草里面不是有豆干还是油肉鱼 有饭 对 这个是它上面还可以装小多肉之类的 是用新亡屋的房子的一个概念 做出来的小花器 这个就是我们手作的地方 谁要来试试看 好可爱喔 手技最好的试试 手技就是吉他手 吉他手跟技艾 好 诶 要讲的 等一下来试试看 老板老板娘你们是因为手认识了吗 哈哈哈 手技认识了吗 哦 手作 诶 等一下 莫姚人的意思 是因为手作认识了吗 不是啊 很美啊 我是在办公室认识的 然后因为他就很喜欢做手作这一方面 就一起来做这个手作的废话 好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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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把力加到 好 开始 来 涨糕 拉肠 好 然后用力勒 怎么能做同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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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跟你说 我这次来竹北有做功课 找到了一间超级火红的早餐店 我想问一下 吃早餐的客家有什么家 很简单啊 叫做 许兆 许兆 那我们现在就 许兆 耶 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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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们现在来吃早餐了 吃早餐 耶 好开心哦 好饿哦 我点了这个酱油油条蛋饼 蛋饼最重要就是它的皮 它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加上它的那个油条 咬起来 我觉得是 酥脆感 你要不要沾这个啊 哦 那个声音 超赞 硬的 欸 这厚度大概有8公分吧 而且我很怕有些油条 因为它里面是软 它这个很脆 而且它里面料很丰富 又很 我觉得是古早味的那种 剥皮辣椒也是他们这边主打的一个蛋饼 而且里面的这个猪肉呢 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哦 剥皮辣椒也是平常我们家里 就是 吃完了再一罐再一罐再一罐的路线 这个肉 你们仔细看这个肉 对 它是可以 它是会弹的 辣椒的部分 讚 还有肉 哇 吃了 是蒜头 给掉了 还蛮辣的 它说我很辣 It's me 我跟你说 这碗呢 是他们店里蛮主打的 最特色的一个皮蛋咸粥 然后虽然很古早味 但是真的是超级热门 好皮蛋哦 很皮吗 谁啊 哇 哇 我觉得它皮蛋很好吃哦 而且它皮蛋是那种非常像泥的状态 所以它是整个跟粥混在一起的感觉 很好奇你们对竹北的印象是什么 我先说 其实我对竹北呢 是非常陌生的 然后这次呢 是因为我要跟你们出来玩 所以我才做了很多竹北的功课 然后呢就发现呢 其实很多新竹的年轻人都会回来今天开店 就像今天这一家 很多人对竹北的印象 我觉得应该都是什么科技业嘛 就是乳科啊 什么这样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农渔业 像我们等一下呢 就可以去参观那个 乌鱼籽 参观乌鱼籽 不只有钱的味道 还有乌鱼籽 我真的超爱吃乌鱼籽的 因为竹北乌鱼籽是冠军乌鱼籽 赶快吃一吃啊 我们赶快出发下一站了啦 吃一点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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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哥 嗨嗨 欢迎你们 那你们看我们看出去 这个大概六十公斤左右 都是我们这个养殖乌鱼 也是很轻 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养殖乌鱼 像竹北这里也有乌鱼籽 很惊讶 南北这有什么差异 快酒降风水是 淹塞的过程当中 风干吗 对 有用风干的方式 你带出来的这个乌鱼籽 是特别特别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 开始做乌鱼丸咯 好 沾个鱼 挖一点鱼浆 拿到这个 这个左手来 用这个拇指 用拇指 这样一叻 挖出来 挖出来 自己做的要自己吃喔 每个人做一个颜色 好 沾油 沾油鱼 好啊来这边啊 除了可以来参观 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做乌鱼籽 有时候还可以有那个炙烧的 放抽到炙烧的 就很好吃 Toby 你不要以为你做扁扁的放在旁边 我没有发现 你看一下 我没有发现 你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他直接发现 他卡一卡 你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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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烧烤乌鱼籽吗 是 哇 谢谢老板 来到这个乌鱼的专业区 你们不会养鱼 没关系 但是至少一定要会吃乌鱼籽 今天要稍微泡久一下 乌鱼籽的话 他味道一般是比较重 所以说一般我们会配上皮膏 配上萝卜 增加它这个风味 口感 请看乌鱼籽跳火焰之舞 有没有烧 有没有烧起来 真的耶 你看它表面可以泡 可以泡泡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炮 应该就感觉这样好了 就 会动手的 会动口的 会动 这样会太焦吗 不要烤到焦掉了 好 你切的也很好啊 不错啊 可是会架了吗 可以架了 拜托啦 取一下我啦 现在他讲那种话 我脑中有配乐 哎呀 怎么讲 很崩溃 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是全绿的 好 我们今天的作品完成了 对 你看 我觉得好涩 等一下喝的 好涩 好涩 哇 好爽 好爽 它又不像风味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大家逢年过节 会送乌鱼籽 因为吃起来 会有那种幸福感 是不是觉得好像被注信 礼物又很珍贵 客家人啊 我都觉得他们的食物 或是很喜欢圆圆的东西 人感感 客家人会有这样 头尖尖 是留不住东西 其实我觉得 发音也是圆的 你看然后还有东西 是很多食物 吃饱饿了 我觉得缺了一样东西 有 不是 不是 我想要喝咖啡 我刚好做功课 真的 我找了一家 它的外观呢非常漂亮 很像那种昭和 你知道他们昭和的那种风格吗 日式 对日式 你想去吗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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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想到 蘇北还有这样的一个 蛤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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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他真的超可爱的 这是少女会喜欢的耶 少女 少男也可以啦 对这个 挺满足的啊 其实 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 还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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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我现在要去什么 光盆节 我们去光盆节 我们去光盆节就好 我们去光盆节啦 我们去光盆节 我们去光盆节 光益节已经是 是竹北在地每一年的指标性活动 沿着东兴村 过来四座公园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一个装置艺术 那个装置艺术 背后的发想的概念 就是看着这个城市光影来设计 还可以看那个水的光影 还有些变化 是不是很艺术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作品 西班牙艺术家 我觉得光盆节是值得来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你看竹北有 科技 对不对 科技人在这边 文化人在这边 文化 文化 所以结合在一起 我看那边还亮亮 那边还有很多装置艺术啊 是啊 培养文化气息 培养气息 我也需要 气息 来 转车 转车 来 走 来 撞起来 搞去啊 你们对于这边的印象 早餐好吃 再來烏魚池好吃 大家都說新竹美食沙漠 我覺得今天打破了我對這個的印象 我分享一下 我覺得烏魚池這個是讓我最感動的 因為我對新竹這個地方覺得 就科技 冷冰這樣子 但是我今天去的時候我覺得 新竹居然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光逸杰這裡 他的那個裝置藝術其實我覺得 他一直有在做變化 而且這一段期間還有那個 假日而不定時會有那種市集 日日當好市集 對我來講像今天的這個光逸杰 然後不管是一磚一瓦 或是一顆燈 他都有在這邊有特別的意涵 就在這邊可以連結到 這塊土地的情感記憶 就像你們看這個燈如果一顆呢 其實是非常微弱的 但如果聚在一起不覺得就是 那個門這樣是會非常的緊 我就好想哭喔 那妳下次還會想要再來 當然啊 會喔 妳都跟我們出去玩 妳會想去哪裡 他們去那個北極 北極 北極 新竹限定 下次在北極練團 謝謝大家 我們就準備了 我跟你講有一個很特別的 極光 你剛剛講你要知道 北極去不了 我們可以送你極光的禮物 特別介紹一下光毅潔跟金色財賣特別合作的 這次的啤酒 那我覺得特別的是 你看他每個命名都非常的有那個特色光 然後帶來很有溫度很溫暖的感覺 來這個非常漂亮的 瓜 很精緻耶 對 妳知道 這上面是烏魚嗎 對 它這個很特別 它就結合新竹的那些人文啊 跟自然景觀 都會元素在裡面 好可愛喔 有在用心很值得收藏 你不會覺得我們今天旅程呢 充滿了各種歡笑的類似 這邊有極光也有秘境 還有我與你們 我們現在是 永遠是堂白是不是 妳既然為歌嘛 開始唱了 じら 太愛 多祷 忘記獎良心的幫忙 她等著 接觸你的嚮往 帶著就閃耀的微笑 一彈向前方 謝謝純真自然心美人美的激安 与你作为客人出币 让科技才能多了浪漫的旋律 这趟旅程啊 有你刚刚好